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5月7号星期五 台湾国安估计有10万大陆的第五纵队的战斗人员 已经秘密的进入台湾为武统做准备 听起来挺惊悚 什么叫第五纵队呢 是两岸关系的 在1990年代的时候 当时走向了一个严重的对抗 当时台湾有很多的影视产品的内容当中 就产生了一个在广为人知的叫第五纵队 就是说中共派来的第五纵队 就是一些特务和地下组织 我们中国比较 但是第五纵队是在台湾 大家比较耳熟能详 但在中国我们比较耳熟能详 就是潜伏里的于泽成 潜伏到台湾去了 最后不就跑到台湾去了 就是于泽成 就是大量的于泽成 这就大家就知道的是谁了 对不对 这么个意思 说的是这样 最近这五天内 之前我报道的 不有一个大陆的一个人 用他的橡皮艇跑到台湾了 说又去了一个 五天内已经出现了两个大陆的橡皮艇 跑到台湾领海去投奔台湾 说第一次没被抓到 让当事人过那街 到了台湾过那街 然后被港口的工人先遇到了 给他买东西吃 说第二次是在金门 台湾的海巡署 终于通过监控当场抓获 说这就引起 就是说大陆潜伏在台湾的第五纵队 地下组织 甚至间谍网的这种担心 就说要这样的话 大陆到底过来多少人 是不是 你们管得住 对吧 说军警 擎特几乎眼盲耳聋 就是说这么多人就往台湾跑 根本就是说抓不着人 说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潜伏在台湾社会的这些余则成本 这些解放军情报单位的地下人人员 数量不可低估 台湾国安单位估计 到2017年的数量 应该能够有10万人左右 说潜伏在台湾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单位 就在这些单位里边 有一些工作人员都是地下党 不过这点来讲 中国就是说是靠地下党出身 有大量的地下党 当年傅泽义的闺女 傅冬军不就是地下党吗 傅泽义那时候怎么打怎么输 发现自己我只要定了一个战争的策略 地方都知道 是不是都知道 我兵不在哪儿怎么布的 哪儿是软肋 哪儿是强 怎么能够躲过我的强势部队 专门打我的弱势部队 对不对 当时傅泽义就不明白 就发现自己闺女就是共产党的地下党 对不对 所以共产党都特别会搞这个东西 他说就是说 潜伏在台湾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这些地下党 人数都应该在5000人左右 比较惊悚了 他说基于台湾的法令 在民主化后的立法不够周全 以及人权人身自由等这种要求和考量 台湾的情报的国安单位 能够去侦查的空间非常有限 你说就去窃听什么的 这不行 中国是 中国只要觉得你不行 就窃听你的手机 听你们家电话 然后窃听你的微信 全给你窃听 国安说看就看 说查就查 这在台湾就不行 中国的就随便查 对不对 觉得你有问题 那七十咖啥全给你查个底料 把你祖宗八代的东西查一下 不但监控你 连你老婆孩子 丈母娘都一块给你监控了 对不对 全家监控 对不对 你拿来点招没有 但是台湾的这个不行 台湾还有人权 你知道吧 所以但是这个来讲 对于他们在抓特务的时候 就非常的不利了 说呢 就是说 就是说无论如何认为 这个人数就算不到十万 也只有几万人 他说而且台湾的走私 非常的猖獗 各种的黑枪 弹药 包括一些轻型的反装甲的武器 手榴弹 火箭弹 榴弹炮 还有轻型对空导弹等武器 都有可能走私到台湾 说台湾的卖军火的 也都是很猖獗 台湾的黑帮动不动 就放两枪吧 对不对 你看那个连天忆 他们那时候不也是吧 为了一个网上购物平台 还放了枪了 对不对 去年 去年是不是台湾那馆长 还被人开了三枪 是不是 是吧 所以就说这意思 说你说武器泛滥 在亚一帮的地下党 对不对 就说要这样子的话 他们随时有个几万人 拿着冲锋枪 不就夜袭攻门了吗 对不对 这少了吗 说台湾的战时地下指挥中心 恒山指挥所 圆山指挥所 松山机场 等重要的这些 都属于它这种军事节点 说防护兵力都仅有 约有的是一个牌 好一点的 有一个加强连的武装宪兵而已 仅有些许的防卫武器 缺乏重武器的这种配备 而各重要的空军基地 导弹基地的大门防御 也都特别的草率 而且他说 像什么台湾的军情警特单位的保密 与情报作业的概念也相当薄弱 说搜集高阶将领酒后高谈扩论的内容 只要在台北市数家特定的高级酒店 就可以了 这些酒店餐厅的服务员的身份 也从没有收到审核 可以随意听取这些高级将领的聚会谈论内容 他说这要派两个间接近来 都听走了 说前一段时间台湾媒体就曝光了 说在高雄的一个韩国街 有这种就是说 比较高级的这种很韩式餐厅 说台湾现在不在自制潜艇 要到潜艇 说有自制潜艇的相关的这种高级的将领 高级技术人员 在酒后高谈扩论 就说建这些潜艇 台湾建潜艇的这些机密 建到什么程度的 还要应该下一步干什么 喝高了就开始这样聊 然后被媒体偷拍了 发出来 媒体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东西能不能说吗 这要有两个大陆间谍 不像大陆都知道 你这个潜艇到底建成什么程度了 对不对 这不都军事机密 对不对 所以他们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台湾媒体能拿到 因为台湾媒体里面 也有大陆的间谍 那么各个高级汇收 搞不好都有中共的间谍 说中共在台湾的间谍 差不多能有10万多 对不对 行行各业 行行业业里面都有 平常就是说间谍收集情报 等真有事了 老公公要打过来的时候 这包人10万人 可能私底下又藏着 在各地可能藏着枪 军火 马上拿着枪 夜袭宫门 来个里应外合 对不对 你这武统不是指日可待吗 反正说这意思 我觉得台湾也是该想想这些事的 以前关于台湾这些事 听过了很多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跟台湾的某一些人聊 聊到了最后 竟然有不要脸的台湾的某 算了 我连他的地方都不能说 某地的某人 位置还比较高的 竟然 喝高了之后 向老公这边的情报人员保证 就是说 如果 当然这个是 稍微说一点 蓝营的这边的人 他说 如果民进党上来了 敢胡搞 要台独 老公要打过来的话 他就承诺 他说我就给 给压民进党的绑了 给你们大陆送过去 喝多了 说胡话 这是跟咱们的 所谓前情报人员 跟台湾的情报人员 那个年代 这是很早的年代 喝酒的时候 台湾有一些 我不能够说 这都有梦有信的人 不能说 知道吧 只能把这种话都说出来 你说这不是扯淡吗 你说这简直是的 当然反正也能说出来 蓝营对民进党 我他妈多恨 非常的恨 也在这 反正 行 我觉得台湾这么搞的话 也是有问题 真的 的确是 我相信 他这说的 不是开玩笑 有的人可能不相信 觉得怎么会有十万那么多 余多城吗 十万个余多城 说实话 从当年 蒋介石往那儿 跑往台湾跑的时候 就过去了大量 追随蒋介石在部队里边 就有大量的地下党 真的就都潜伏过去了 然后后面 这么多年 不断的再重新的培养 重新的折腾 我觉得十万人 只多不少 说实话 十万人 如果能够配备一定的武器的话 是有一定的战斗力的 来个夜袭公民 是非常有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台湾也要 但是你说怎么办 如果要查的话 那就必须要侵犯 个人隐私 侵犯人权才能够查 要不然就没法查 所以这就是一个民主国家的 一个悖论 很难做 就是说 好像民主显得就很脆弱 不能保护自己一样 是不是 不是 这个难题 就留给了台湾的情报部门 好吧 我们把这个事情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吧 这些脑热里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